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们进入第三集 第三集,刚刚小张说 他们把钱埋在土地下面 我想在台湾也不输他们 台湾的临时仪是把火藏在鱼池下面 甚至还烧掉,马桶冲 台湾就把这个钱不当作钱了 国民党的官员也不输共产党 所以台湾也有台湾之光了 但是数量现在远远输给共产党 量是差很多 那我们现在来谈谈 既然我们刚才谈在前两集 有关于郭文贵的爆料是如此的核弹级的爆料 但是我现在台湾所观察到的 我们很多政治人物或者是很多争论性评论 很少对郭文贵这种现象提出来讨论 那我请教你啊 既然郭文贵讨出来的爆料那么大 那对台湾 台湾该什么样的态度 来看这个事情 我先看我的粗浅看法 我觉得台湾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关注一下 因为这个你表面上看 好像是中国大陆内部是不影响台湾 实际上不是 实际上是深深的会影响台湾 因为中国共产党会拿台湾 这个反台独化这个统一啊 这个计程做不到 他也会拿这种东西来作为一个内部转移矛盾 来入它统治地位的一个方法 有道理 那么他对台湾的话是做了这种不羞耻 从来没有停过的渗透 这个国家马上就要走向私房独立 我可以讲太阳文它是市政的路线 那这样一个国家的话 这个国家对台湾有什么好处理 台湾每人都明白 我跟我说 一个自由的一个私房独立国家 那么如果被中共这样的势透了 可能就毁掉了 毁掉了台湾的道德基础 怎么讲 一个官员的话 一顿早餐就够台湾某些官员 可能延长在工作 在努力一个商人的话 一辈子的收入 这样的话 随便一收买的话 台湾这些人的话 就可能很多人会不收买 这样严重的动摇了台湾的道德基础 就是他对台湾某些官员的控制 政治人物商人 有用的控制官员 我相信郭文贵说的 他掌握了几百人的那个录像带 所谓就是说一个色强录像带 这里面我个人相信 包括连战 连战就是四个狼 搞不好柯文泽 他就马上要去 他冲到柯文泽 你都讲了柯文泽去啦 不是 是这样子啊 我在这个事情的看法 这郭文贵爆料在全球啊 全球有华人的地方 我很多朋友都是热 那个叫做爆表啊 那个看的人我讲 他是现场 比方说6月16号现场30万 你过了第二天二手传播 我跟你讲最少是几千万人看 有可能上亿啊 为什么台湾那么冷啊 对冷啊 我就感到很心寒 为什么 就是说我如果说想到 我如果说去分析的话 台湾的话被收买的差不多了 大家都不敢反应 你如果说从这个观点是迁入的话 你是不是有点心寒啊 好 不但不敢正面反应 还这段时间还出来 亲中 何中 有中 自中 还要对中共 就是说丢出善意 对不对 明明郭文贵爆料就讲出来 中共邪恶到不行了 对不对 他讲这个官员贪腐 然后那个淫乱 对不对 这是一个邪恶政权嘛 你台湾这些政治人物 还要在这个时候 去亲中 何中 自中 天哪 天哪 你是不是让我们关心台湾 就是说心里面打了一个寒阵 是不是这些都有问题啊 然后7月1号 7月1号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是生日 香港回归日 要去进入共产党的生日 你为什么要去 你如果讲个原因嘛 就对于说是郭文贵爆料 王岐山有那么多钱 中共要给个说法 你今天扣人这要去 你给个说法 你是不是不得不去嘛 这个以前我们就讲那个说 我们讲那个那个范正中跟许鸿淑 那个时候我就评论有一集 对我讲过 对我讲他非去不肯 中国共产党叫你去 你不去都不行 因为你被人家拿到 有东西有 有材料被人家拿到 你非去不肯 射箱木箱被拿到 对那你现在这些 目前在政团的 这个时候你 你讲这些话 为什么 你要给台湾一个交代 我这边补充一点 对不对小张 对不对我先补充一点 前几天民进党的秘书长 才出来说 以前马英九八年中 对中国这个 他们的公职人员 所谓的官员 来到台湾完全没有限制 他现在才开始要限制 问题是小英执政已经多久了 现在才从党部 丢出这个秘书长的话 这里面就可以印证 在现在执政当局 对这个现象 可能说是完全不关心 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我个人的看法 刚才你是说到这个 賴清德明天要去演讲 亲中问题 亲中还有什么 爱台 亲中和爱台 我现在就想 谈一下我这个看法 因为我对台湾问题 不如你了解 我就说一个宏观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法组 是黑帮性的组 中国共产党最高级的黑帮 像习近平党 这是魔鬼制的人 也就是一个魔鬼 一个黑帮组 一个非法政府 中共在中国是个非法政府 没有合法性 那这样的话 台湾的政治人物 怎么还用亲中和爱台 这个词 我非常不理解 也就是说 那我就隐私一下像 像打赖朗和圣里亚哥 一个联讲 说中国要需要一场 叫做慈悲革命 慈悲革命 需要共产党来完成 通过共产党来完成 也就是希望通过习近平来完成 这个我非常不认同 这个就是慈悲革命 你即使你信仰跟我不一样 你来自佛祖队的这种慈悲 这种慈悲 难道能说 通过魔鬼来传递于人间吗 不通 你来自佛的话 你说爱台 你这种爱台的话 也可以 我可以说 某一种爱 这种爱 上帝的爱 通过魔鬼传递于人间 那上帝就不是上帝的 魔鬼可能也不是魔鬼 魔鬼是天使 对吧 所以来自佛 我就说 我这边就是 针对来自佛 明天演讲 我会说一句话 你爱魔鬼 不是 你就是亲魔鬼爱台湾 那现在你自己想一想 你亲的是一个黑光 你亲的是一个魔鬼 你亲魔鬼爱台湾 这种魔鬼解释不通 解释不通 没办法 这个是 这个是怎么讲 台湾在这个列强 几个列强的夹工中生存 这个我们理解 你今天说 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不积极反共 这个我可以理解 那你要反过来给 就是说要亲共亲中 对不对 你这个是说不过去 这个是 这个是严重的 严重的说不过去 因为台独的 假如没有反共的元素的话 这台独是假的 假台独 对 现在是说 中共真的是台湾的敌手 蓝绿其实是假议题 蓝绿是对手 对手 对手 对手是一个国家里面 就像 就像那个 打球一样 两边打球 对手 他们是在一个体制之下 对 对 对对 你今天中共是敌手 中共要灭 要灭台湾 台湾对不对 这个是个敌手 这个大家要定位非常非常清楚 今天郭文贵的事情的话 我想台湾的话 应该学到什么功课 有什么教训 还有什么启发 我觉得就是说台湾的话 所有的就是说这个 这个国安官员 什么陆委会 所有的这些 这个要在他们内部 要帮郭文贵的这个每一集 都要都是他们公关 都每个人都要看 但问题是郭文贵爆料在先 赖清德讲亲中爱台再后 那既然这样子 他还要再去讲亲中爱台 不会怕人家误会联想嘛 对这帮中共消毒啊 这个太严重了吧 但我不要忽略掉 新潮流洪启昌在中国 可是不得了啊 洪启昌绝对是有问题啊 有很多人还点说 我们直接点洪启昌保证有问题 但是新潮流的吧 对 洪启昌为什么有问题啊 在那个联盛文啊 在台北县那次选举 被枪击的时候 洪启昌第二天就跑到中国去 哦 去汇报 太明显了嘛 汇报去 大概10年前 2007年后 前方电视台 采访我一个人 他说我这样一句话 我现在回想起来 就是他对台湾的害子就是 亲美反共保护台湾 对 对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这句话 反共亲美 反共 反共亲美保护台湾 对 郭欣 曹长青第一次到美国的演讲题目是 曹老师那个时候 我们跟他协商的一个题目就是 反共亲美保护台湾嘛 那个时候 那个原野生都在下面嘛 大家听到大家鼓掌 对这个题目太棒了 对这个题目那个 你看那个是2004年 是是 所以这个题目到现在还是可以用对不对 还是可以用 那请曹老师再讲一遍啊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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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13個字 親為反共 保護台灣 支持法律公 還是支持台灣 保護法律公 那不是13個字 我記得 這是千方電視台給我印象很深的一個 我想剛剛拿過台灣一些政客 台灣一些政客 李大哥常常講說 跟中共好像講的比較 常常講一句話 就說你們1500個飛彈對著我 怎麼怎麼怎麼 對不對 是不是 現在郭文貴提供一個核彈 你要用一下吧 對 所以說我覺得如果說 我是說目前台灣的國安單位的話 我們當時國安單位本身出來是不太適合 就要跟這個公民組織 民間或者是媒體 就要把這個郭文貴的事情傳播 讓每個人都知道 讓每個人都知道有個概念 原來中共貪腐是沒底線的 這個淫亂是沒底線的 台灣是格格不入的 要加深這個反統戰的思維 可以用什麼 所以這樣子下去 政治人物就不敢講要親中了 對 政治人物你還敢嗎 我講還有一點就是說 你看啊 郭台銘不是在台灣很囂張嗎 大言不慘嗎 哎呀 太囂張了 郭文貴也同樣姓郭的 我也姓郭 郭文貴把郭台銘被邊緣化了嘛 知道嗎 郭文貴的話 他還不是在最大的紅影子上的人 他跟貪官還沒得比 他在國的話可以掌握280億元金 請問你郭台銘你的台灣首付你有多少 大概是一百多億吧 一百多億美金嘛 你是台灣首付 你不被邊緣化了嗎 對不對 郭文貴的話 郭文貴講了一點 講得太棒了 他說在中國大陸的商人 見到副處長 見到副處長 中央副處長一級 只見到副處長都跟狗一樣 都豬狗不如啊 多數多數 對不對 請問你郭台銘你還囂張什麼呢 人家是紅領商人 人家是和聲耶 和聲都自己反省了說我們豬狗不如 請問你那個台商還說 哎呀我認識誰 我認識誰 你們那講什麼東西啊 我拿來台灣內部很好用啊 人家那個中共要整理郭台銘很簡單 一天推一個人 從那個樓上 一天推一個人嘛 你就受不了了嘛 對對對 對不對 還什麼 我上次上一個節目還什麼 還講到那個台拔斷交 他說哎呀 要推郭台銘出來才有辦法什麼 講什麼啊 請他選總統是不是 還選總統啊 如果郭台銘選了總統的話 那就是成為全世界一個大效果在哪裡 就是唯一的一個總統被其他國家掌握的 好 OK 那這一集謝謝你們的分析啊 下一集我們請你們繼續來談一下 台灣該如何在郭文貴現象裡面有所作為 好嗎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喔 Huyana ho hayan Huyana Naluan